今天是防疫大解封的第一天 搭乘双铁捷运还有公车 进站前还是要戴口罩量体温 但如果进站之后 能够维持社交距离 就可以脱下口罩了 记者实际前往列车的车厢观察 发现有不少人已经养成了习惯 再加上社交距离难以拿捏 还是会戴口罩自保 另外双铁也恢复了列车上贩售便当 不过同样是有条件松绑的 唯有临坐的乘客 他有戴口罩的时候 民众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用餐 所以要彼此沟通轮流脱口罩 避免同时间饮食确保落实防疫 台铁列车上假日涌进不少旅客 全台公共运输防疫措施 大解封第一天 搭台铁只要能维持社交距离 就可不戴口罩 但实际观察发现 车厢内坐满人 彼此间距离很难间隔1.5公尺 民众大多还是把口罩戴紧紧 1.5公尺 就是室内 所以一只手也才一半而已 要两只手 有点养成习惯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然后就会戴口罩 车厢内通常还是会 因为毕竟就是密闭空间 然后又是冷气 差别在于口罩的种类吧 因为解禁后可能就不用 一定要符合医疗标准的口罩 另外台铁高铁也恢复列车上贩售便当 不过最好在临坐旅客 有佩戴口罩时再用餐 也就是要彼此沟通轮流脱口罩吃东西 避免同时间饮食 尽管交通场域松绑部分限制 但民众在近站及上车时 还是得量体温戴口罩 前进捷运站观察 外头天气热 有旅客到了近站前一刻 才赶紧把口罩戴上 而车厢内离风时段人少 也有人暂时把口罩拿下来吐透气 现在疫情也慢慢开始舒缓了 用这种方式梅花的保持距离还不错 多少都会难避免 那避免的情况下你就变成 就是要把口罩戴起来 国内疫情稳定进入防疫新生活时代 落实成效考验民众自我约束 这有律师其中太多的 遥来看到各大场所在今天 也是同步解封 像是电影院 不需要再安排梅花做了 而且单场的观众也可以超过100人 另外在卖场百货公司 还有药妆店等等 原本试吃试用都是被禁止的 现在也重新开放 在今天一大早涌入了满满人潮 大家直呼 要把握这种安心的幸福感 虽然进入量饭店 已经不需要强制戴口罩 但还是有不少人相当谨慎 戴上口罩才来采买 来 手包丸子试试 鱼丸O-Lan 卸主线起锅 量饭店人员大声叫卖 吸引顾客 试吃的话应该会对卖场生意 会比较有办法 试吃的话如果觉得好吃 当然会购买的那个几率 或者购买的速度的时间会比较快 解封后大卖场不再强制戴口罩了 而且还提供试吃 6月7号全国防疫大解封 第一天各卖场百货 以及药妆店同步恢复试吃试用 看到久违的摊位 民众抢着品尝 至于化妆保养品区 也重新摆出试用品 放眼望去结账人龙 购物车全部满满满 卖场人员有备而来 针对熟食生鲜等热门商品 换手补货 提供试吃的数量 更比往常多出一倍 期望说在整体的业绩上 可以提升至少一成到两成以上 所以在备货的部分 我们有比平时在防疫期间 备货量已经达到了 我们现在假日的水平 业者预估这波买气 至少提升两成 尽管开放后 卖场已不强制民众戴口罩 但许多顾客依旧戴好戴满 自我防护 餐厅然后像卖场有 人有比较多一点 人潮变多了 民众超有感 除了出外采买 更多是休闲娱乐 如今电影院也不强制梅花座 而且单场观众可超过100位 只是进场前得先凉而温 入内后要戴口罩 解封后维持警戒心 才能确保防疫成肌丹 持续迎来嘉宁 记者陈宜如林一新台北报导 解封后的第一个夜晚 人潮感受最明显的 应该就是在台北市中山区的街头 酒店招牌重新点亮 很多旁边的小摊贩也开始恢复营业了 先前因为酒店停业的关系 他们也被迫跟着休息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 希望客人回流 让他们连续好几个月的零收入 赶快破贷 小黄一台接一台在酒店门口排队 业者更烧香拜拜 祈求生意兴隆 台北市中山区一扫前阵子的暗淡 整条林森北路在全台大解禁的 第一个晚上整夜灯火通明 希望能让生意赶快好 不然这三十个月来 大家真的是亏惨了 当地小吃摊服事业 两个月以来 因为酒店停业都没有客人 连带被迫关门 完全没有收入 崩掉我们酒店后的第三天 我们也跟着休息 差不多二三十天了 从四月九号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全台酒店五厅停业之后 直到五月二十一号 台北市开放酒店业者 有条件复业 但其中规定得要实名制 不少客人担心 各资外流降低收费意愿 业绩比起正常的时候 只有恢复五成 业者期待这一次 全台大解封之后 客人能够逐渐回流 虽然对疫情看起来是蛮乐观的 但是还是会怕说 会不会吃掉 他的各自外流 或者是说 哪天真的留存事的话 就大家都知道 如果实名制可以取消的话 我相信生意应该会 好蛮多的 酒店业者喊话 希望能够取消实名制 但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 阿众部长有交代 得把防疫新生活内化 店家拼业绩 要是不遵守防疫要求 生意随时会再被喊卡 继续来关心各地游乐园 今天也出现了明显人潮 有民众说 待在家里四十多天都要发霉了 现在总算可以放心出游 另外还有电动机车业者 在今天串联全台 一千五百位车主 一大早开心出游请住 小朋友实在闷了好久 全台大解封第一天就先冲到游乐园 大家迫不及待想好好玩一玩 这喜欢玩什么设计 你不会跟我旋转密码吧 不是 脸上的笑容藏不住 但入口处还是得先量铁温 排队人潮长长二十多公尺 从一早开始根本没少过 就是觉得大家都有戴口罩 而且很安全 所以很放心 不只而同心乐园人潮多 位在桃园的主题热园 民众一早也吸扎带卷来逛逛 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大朋友也把握解封第一天出游解解门 好几百辆电动机车来个大车距 业者串联一千五百名车主 在全台各地出游庆祝 终于可以出去骑狗狗这样跑跑跳跳了 然后呼吸新鲜空气 疫情趋缓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 但提醒民众开心的同时 防疫新生活还是得彻底落实才行 记者沈张许修明明驻常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都比较高企业忧人和此举بل 中文全球忧尽 同时以守卫生 都比较高企业忧人一番